俗话说 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 被外界抨击生活奢华的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美黛 就拥有许多昂贵的珠宝钻石 现在菲律宾政府同意 拍卖它被没收的珠宝 而在非洲国家安哥拉 则发现了一颗重达404克拉的钻石 号称史上最大的钻石之一 这颗卢卡帕矿石公司 在安哥拉所开采出 重达404克拉的钻石 尺寸7公分 约一张信用卡的长度 质地几乎无瑕 橙色等级为最高级的D 代表完全无色 估计市价为2000万美元 这是非洲大规模开采矿石 150年来发现的 全世界排名第27大的钻石 尺寸非常的罕见 安哥拉是全世界第四大 出产钻石的国家 而这颗钻石也成为 在安哥拉发现的最大钻石 另外菲律宾政府 同意拍卖前第一妇人 伊美黛的珠宝 价值约2100万美元 目前先推出拍卖的 包括一颗葡萄形的 25克拉粉钻 价值约500万美元 这是1986年 当伊美黛随着夫婿 菲律宾前总统 马可氏流亡至夏威夷时 被海关查扣的物品之一 菲律宾政府预计拍卖的 3批收藏 有300件的物品 他们希望在现任总统艾奎诺三世 于明年卸任之前拍卖完毕